地方动态新闻一开始 先是两则汐止地区的交通相关报道 大同路是汐止区最重要的连外道路之一 每天大同路往返台北市的车流量都非常的大 塞车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市议员白佩如他就认为 台铁地下化之后 从明泉街到新台五路的中间这一段旧铁路的用地 可以开辟来作为大同路的替代道路 在先前的会看之后 最近市府也已经开始进行了规划 带您来了解 这是平常时候的大同路车流 车子真的好多 更别提是上下班时间车流量大 塞车问题令人困扰 只是问题真的难解 而现在的铁路高架地下化之后 留下了这平面空间 是不是能够开辟为道路使用 议员白佩如认为 如果能够协调作为大同路的替代道路 就能够疏解交通瓶颈 所以早在两年前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并且在议会咨询时也提出了建议 大同路这个台铁的旧廊道 其实我们在新北市议会质询的时候 我也跟相关单位讨论了很多次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初步就是希望说 可以把这个旧廊道来做这个道路使用 那新北市政府这个相关的单位 已经跟这个台铁达成了初步的协议 就是希望说至少这个廊道用租用的方式 是不是可以让部分的摩托车 还有这个脚踏车自行车 可以来规划让这个部分的车辆 进入细致的时候 可以来走这个大同路的旧铁道 这是101年议员白佩如邀请台铁 高铁市府交通局公务局等 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的画面 当时这留下的旧铁道 从明圈街一直到新台五路 目前规划是高铁机场出路的用地 只是能不能克服困难 让这长长的铁路廊道作为道路 最近终于有新的进展 因为目前这个铁道呢 整个都还就是已经没有在使用了 所以我们希望说针对这个道路交通呢 如果能够多一个廊道呢 让这个进入细致的 或者是要下班的这个乡亲呢 可以有多一条返家的路 那新北市政府这边呢 目前呢已经有交通局在着手规划 希望可以让这个整个廊道呢 可以更活化来运用 在恒科这一带往汐止方向 捡铃大同路作为替代道路很适合 现在市政府已经在积极规划 这段廊道要作为大同路的替代道路 目前的规划方向是提供机车 自行车通行 议员也希望能够尽快地完成 让新辟道路早日落实 介绍惠林汐止 采报报道